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 今天我们来学习HIV以及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。 首先请大家看看以下几个问题,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正确回答。 1.目前有用于HIV预防的疫苗吗? 2.HIV暴露后预防应该在暴露后多长时间之内进行。 3.HIV的感染目前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吗? 好,现在我们就来公布答案。 目前尚没有用于预防HIV及艾滋病的疫苗。 2.HIV暴露以后的预防应该在暴露后三天之内进行。 对于HIV的感染,现在虽然没有有效药物可以完全将之清除, 但是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最大泄度和持久地降低患者体内的病毒载量, 使得患者获得免疫系统功能的重建和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。 所以,他们可以长时间地带着病毒生活和工作。 那么,应该如何预防HIV及艾滋病呢? 在没有疫苗预防的情况下,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最为重要的。 我们应当让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, 他们有哪些高危行为,并且能够避免这些高危行为。 在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,发生性行为,接受不安全的输血, 接触被病毒污染的注射设备以及母婴垂直传播都有感染HIV的风险。 来自WHO的数据表明,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, 每天每分钟就有一位15到20岁的妇女感染HIV。 而这个,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未受保护的性行为而感染的。 这充分说明了知识普及的重要性。 因为84%的HIV感染是通过性行为来传播的, 在性行为当中使用必用套,可以有效地预防这些性传播性疾病, 包括艾滋病。 所以,我们应当从不同渠道加强道德教育,宣传安全性行为, 建议在性行为当中使用安全套, 并且避免和高危人群发生性接触。 研究表明,四分之一的HIV感染者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感染了HIV。 因此,2018年,艾滋病日的宣传口号就是号召大家要定期地进行检测, 知道自己的风险,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, 尤其是高危人群,防止他们进一步地把病毒传播给他人。 HIV在某个地区的流行过程中,总是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播散。 那么,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呢? 我们看,HIV最早是出现在同性恋人群当中, 通过了同性之间的性行为,导致这个人群出现了感染的高分期。 同性恋人群,他们有一部分人是吸毒者, 所以,通过共用注射器,这个高危行为, 使得吸毒人群当中的HIV出现了一个感染的高分期。 那么,吸毒人群,他们需要筹集都资, 有一部分人就从事着性工作, 所以,在性工作者的人群当中,又出现了一个感染的高分期。 那么,这些人通过不安全的性行为, 把病毒就传播给了他们的顾客, 而顾客呢,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 又把病毒传播给他们的伴侣, 那么,既然又传播给了家庭当中的儿童。 所以,同性恋人群,吸毒者,性工作者, 就是感染HIV的高危人群。 应当建议他们定期地进行HIV感染的检测, 以便能够及时地进行治疗, 并且避免去感染更多的人。 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数据表明, 大概75%的HIV新发感染者是来自于以下人群, 也就是性工作者、男童、 注射毒品者、变性人、囚犯等等。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高危人群。 好,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暴露以后的预防PEP。 高危行为以后,应当尽早地使用抗病毒药物来预防HIV感染, 这是十分有效的。 但是,PEP最好是在暴露以后的72小时之内开展。 使用三个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治疗, 进行暴露以后的预防, 并且连续地敷药28天。 如果说在暴露以后超过72小时, 则不再推荐PEP。 高危人群的暴露和医务人员发生职业的暴露是一样可以阻断的。 所以,应当在高危行为以后, 立即到定点医院进行咨询补救措施。 那么,医务人员会进行专业的评估, 并且给予暴露以后预防的用药的建议, 同时会定期地进行检测。 目前临床通行的艾滋病治疗方法是 高效抗逆转路病毒治疗HAART, 是通过三种或者是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。 该疗法的应用可以减少单用药产生的抗药性, 从而可以最大泻度地抑制病毒的复制, 使得被破坏的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能够部分甚至全部恢复, 从而可以缓解病程进展, 延长患者的生命, 从而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。 截止到2018年年底, 全球HIV的感染者约有3700万, 其中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300万, 也就是说62%的感染者可以进行有效的抗病毒治疗。 但是每年仍然有约100万人死于艾滋病,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HIV而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, 或者是开始治疗的时间太晚了。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, 加强健康教育, 检测和治疗有效地降低了全球HIV感染者的死亡人数, 在未来这个数字会更低。 多一份对艾滋病的认识就会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多一份的温暖, 让他们也可以带着病毒进行正常的工作和学习。 好,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, 下次再见。